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想谈一下最近所流传的有关邓普方发出的给两会 给中国的人大和政协代表发出的一封信 当然我个人认为这封信不是真的 这封信里边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 还是他发出的形式时机 我都认为这个信存在很大的疑问 但是所谓的这封信里边提出的15个问题 我认为是现在中国面对的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要跟周教授讨论这些问题中的一些问题 周教授你好 你好 这封信它提出了15个问题 我想在今天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 所谓的信里边它有两条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妄议罪 这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妄议中央 就是中央有什么说法 中央有什么做法 甚至是没有说法没有做法 你这个对中央进行批评 对中央所谓对这个中央批评 是对中央的一些决策或者是中央领导人进行的一些评论和批评 这就现在就变成了叫所谓的妄议中央 这一条罪行了 还有呢就是说不知敬畏罪 所谓不知敬畏罪呢 就是崇拜的不够 支持的不够 忠于的不够 这个现在都变成了这个罪行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呢 这可能不简单的是说妄议中央和这个不知敬畏 甚至都可能上升到所谓的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这个罪行 那对于这一条来说 您怎么看 首先这封信从物理事实绝对是假的 但是从这封信它反映出的问题 它反映了一部人的一种情绪一种看法是真的 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作为局外人啊 实事求是来分析 他就是习近平主席 文化水平比较低 他对那个网信办的一个头好像姓鲁 对于这个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好像姓孙 对于他们俩很愤怒 他就对他们俩用了好多这词 这词我估计有一二十个呢 其中有妄议啊 什么不知敬畏啊 胡说八道我跟你说 一顿所谓的帽子 叫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是要不抓辫子 他完全是恢复到了以前的恶劣传统 我是头儿 我要给你扣帽子 这就十几个了 至少他是说在说一些人犯了错误 或者是甚至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 其中有妄议中央和不知敬畏这个问题 那么这两项的问题是有道理的吗 这么说法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您刚才说了这是扣帽子 那为什么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 比方说妄议中央 可以妄议中央吗 当然可以妄议中央 你说吧 党员可以给党的提意见 提意见妄议吗 是不是 还有就是说这个不知敬畏 敬畏谁啊 敬畏党的领袖啊 领袖你也是个人 你就是介乎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两族动物 你怎么就不能够批评你啊 批评你就叫不知敬畏 你把自己当神了 还是这句话 造神 一个就造神 一个就树敌 这是反映了习近平同志了 他的水平 是吧 而且这种说法把这两天提出来 说中央谁什么中央啊 就是习近平 他说的妄议和这个不知敬畏 但人家并没有习近平也没有加罪 这等于说给习近平也给人家造谣呢 我就不相信习主席是这么说 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呢就是这里边说到了一个一尊定义一尊的这个问题 那么他这个问到了 说我国的一尊究竟是皇家世袭的皇帝呢 还是民选的总统 还是党内公投产生的总书记 那么这实际上这三条都不是 既不是皇帝 也不是民选 也不是港 党内一人一票投票选举出来的总书记 那么既然都不是 他就问到了说 那他又是谁的一尊呢 他指的当然是习近平 就是习近平是谁的一尊呢 那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当权者要定义尊 这句话就是污蔑 定义尊 当然定的就是 他指的当然就是习近平主席 但定义尊谁说的呀 我问他们了 这哪说的 哪个文件里出来的 哪个讲话里出来的 实际上说不好听的一个马屁精 他拍马屁的时候他说的 那他说的就等于是习近平说的吗 或者习近平让他说 受益他说 完全都不是 周教授 我们现在不去讨论 这个是谁说的 定义尊 这个有道理吗 这说法 当然没有道理了 109年以前 人家大清朝着末代皇上 人家退位了人家 对对 哪有皇上啊 怎么叫定义尊呢 批评与自我批评 是党的法宝 你知道 所以说 怎么不能批评呢 人家再说了 人家习近平 就算文化程度低 人家没低到这种程度 人家说我要定于我为一尊 我要当一个皇上 我记得很清楚 美国总统 川普 说习近平你是国王 对不对 习近平说 没问题 因为他很 他缺乏自信啊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 请问代表们 这就是伪问题 那一尊 你谁说的呀 就开始问了 我国一尊 究竟是皇家 世纪的皇帝吗 这叫一个 一个问题 接着一个伪问题 在那自己 在那自问自答 混淆视听 还是党内公投 党内有公投吗 周教授 我们刚才前提已经说了 我们不认为这封信 你我都是有共识 我们不认为这封信呢 是一个真的 来自于邓普方的信 所以呢 我们不必去纠结于 他那个写的东西 我想的主要是概念的东西 就是说 因为所谓的定于一尊呢 这个呢 是中国一种说法 这个官方 也有这样的说法 包括这个 主要报纸的 这个社论里边 有这样的说法 这样人们才知道 他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呢 您刚才认为呢 是说这个习近平 并不会同意 把他自己定为一尊 这是您的这个观点 那我们现在 接着往下讨论 在这个习近平 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呢 在这个对外的 这个经济上面 他实行了一个 重大的一个决策 要进行一带一路 用中国的资金 帮助世界上面 跟中国有经济往来 贸易往来 这些国家呢 发展经济 使得中国的经济 和这些国家的这个经济呢 共同繁荣 共同发展 这是至少是官方的说法 那么现在呢 有些人认为呢 这个做法 不一定是合适的 其实在国外呢 对这种做法呢 也有很多的 这个负面的东西 尽管是中国提出来 所谓的是援助 这个援助呢 实际上是把这个援助的款项 都给了中国公司 让中国公司到那些国家来 去建立那些项目 结果那些国家呢 并没有真正的受益 而是说那些国家 也投入了一些钱 或者说中国的贷款 给那些国家做这些项目 这些国家呢 就变成了这个负债一方 所以这个问题呢 是有些人当然说 是中国呢 四处去撒钱 把这个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都撒到外边 自己的事还没办好呢 对于一带一路 您怎么看 定义尊这个说法 习主席不会这么说 但是他会这么做 为什么他要集权 他说过多少次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什么叫党啊 习近平是领导一切的 说党中央坚持党领导 党的领导 实际上就是他一人 这个是他的 他这么做 但他不会这么说 你知道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认识就在这了 他认为我举国体制 我这么大国 14亿人 我89千万党员 我得一人说了算 所以他抓权 抓的还不错 他抓军权抓的 超过了邓小平 超过了毛泽东 你看毛泽东 这么些年 他抓军权 他也没有抓的 像习近平这么 这么集中 你想想 当时毛泽东 要调这个八大军区的司令 还得找他们唱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还得唱据说三遍 完了让他们这个八大军区的司令 一个人和副司令 一个人只带一个 所谓的秘书或者警员 立即就掉 而且他经过精心策划 而且这个主意 还是邓小平给他出的 你想啊 他那么容易吗 那现在习近平要调这些军区的头 没这么费劲 所以他会这么做 但是他不会这么说 所以为什么咱们俩都一致吗 就是这封信 百分之百是假的 你知道 但是他有认识啊 他认为这么大国 要不听我一人 那不就乱套了吗 是不是 那我们再回来 就是您对一带一路这个项目 您怎么看 荒唐荒诞 荒谬荒芙荒芜 必然失败 为什么呢 他一点决策的民主化 科学化的过程 他都不走 你知道吗 你想想 就等于说一拍脑袋就定 甚至于不拍脑袋他就定 包括一带一路 包括雄安 他必然失败 你想到了21世纪了 就凭你这初中生 你就一拍脑袋 你就决策 这么大的事 都得上万亿的事 他不失败天理不容 我就告诉你 哪有这事啊 你想想 但是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 他决策没有错 但是我也相信 他有过认证 也有过研究 应该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吧 不是 他决策就是错的 根本上就是错的 方向就是错的 我们就 我们也有 好多人接近智囊 中央的智囊 没听说过 就是极少数人 简单说就是他一人 包括雄安新区 包括一带一路 他都没有按照原来 因为原来啊 共产党就够集权的了 他比那集权 他还集权 他就走向反面了 叫物极必反 所以说雄安新区 一带一路 必然失败 彻底失败 还用说吗 雄安新区呢 当然不是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事 但是 人们炒作起来呢 是因为这个 所谓雄安新区呢 是跟这个 北京是连在一块的 是所谓的这个副首都 这种说法 雄安新区真的就失败了吗 你已经看到了 百分之百的失败 台湾跟大陆的关系呢 当然现在台湾在台上的 是民进党执政 跟这个当年的国民党执政的情况 肯定是不一样 国民党跟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走得很近 那么民进党呢 基本上的这个主张呢 是主张台独 大陆台湾呢 走的是越来越远 这个呢 是一个 事实 而且呢 就是说 这个民进党 说你让他 完全跟国民党一样 认同跟中国最终的统一 这个现在是不现实的 但是台湾 除了民进党执政以外的因素 有没有就是习近平的因素 促成了台湾跟大陆越来越远 当然有 原来是国共两党 蒋介石 国民党的一个代表 毛泽东 共产党的一个代表 他们俩认识 他们俩还一块工作过 所以我们叫同种同闻 他现在跟蔡英文 同种 都是我们中华民族 不同闻 那蔡英文是留美的 人家是一个美国博士 你注意 袁建平 初中还没毕业呢 他文化就不一样了 您说的这个文 指的不是文字 是指的什么文 文化呀 文化 不是说中文 不是说这意思 文化的意思 你想想 他们俩是一代人吗 他们俩是一个背景吗 蔡英文英文辈儿棒 是吧 人家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 我估计可能是一个博士 你知道吧 习近平 中学没毕业 你想这道理啊 根本上就不一样 再加上美国 现在一共是通过了三个关于台湾的法 因为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呀 我不管你总统当谁 那法在那搁着呢 一个叫对台关系法 还有一个台北法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法 而且川普转转弯子了 叫2016年美国急转弯 原来是基辛格那拨人 包括奥巴马 叫拥抱熊猫 认为这个熊猫 代表中国 将来他富老 他的文化也成的也提高了 大批人到美国来留学了 他完全看走了眼 人家共产党叫不忘初衷 我一再跟他们强调 那叫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 共产旅的幽灵 在欧洲徘徊 他没看到这事 现在到2016年 美国急转弯 川普没那么些文化 川普虽然是一个 受高等教育的人 但是他是一商人 他最兴奋的 就是要把美国经济搞上去 他在认识跟邓小平一样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动摇 跟江泽民一样 江泽民叫闷石大发财 他们都是这个意思 他们经济是第一倍的 对不对 但是到了习近平 他已经背弃了党的基本路线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动摇 对美关系 他也背弃了 叫做增加信任 扩大共识 减少麻烦 不搞对抗 他背弃了小平的战略 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 咱们说的透脆点 就是战略欺骗 美国没看明白 美国觉得将来你 你经济发达了 你的人到我这留学来了 也开放了 慢慢慢慢 你中国就认同了西方的价值观 就是基督教价值观 对不对 就是自由 平等 不爱 就是 守信 是吧 他看错了 看走了眼了 人家中国又回去了 人家重新学习共产宣言 人家不忘初衷 什么叫初衷啊 打倒美帝 解放全人类 消灭私有制 这家是人的初衷 实际上财产是不能够公有的 权力是不能私有的 这是世界的潮流 心里面懂吗 根本他就没学过这个 你知道吗 他干什么公有制呢 他还是 你想 公有制是一切私有的根源 财产怎么能公有呢 就像在你在这挣了钱 你自己的财产 我给你充公了 荒唐吧 那都是 权力 权力是公权力 公权力怎么能私有呢 他就要自由 对不对 他就要一时说了算 你说高度集权 你可别忘了 你是一人 一天你就24小时 你的寿命最多长病百岁 你想一想 你就一个脑袋 你可别忘了 对不对 他自己自我造神 你知道 你不是毛东 也是自我造神 他自个儿喊 毛主席万岁 所以大伙给他喊毛主席万岁 那他说的 你想一想 习近平还不错 还没有喊习近平万岁呢 你知道 这点还是不错的 你说是不是 这是一个潮流 毕竟你是21世纪的人 毛东是生在19世纪 他是1898年 不1893年 周教授 刚才我们在说哈 就是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呢 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越来越远 除了他们文化上的 教育水平上的这个差距 有没有习近平个人的原因 造成了两岸关系的越来越 走得越来越远 关系越来越不好 当然有了 他无知啊 你想一想 那个台湾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现在已经109年了 他对这个事情 他并不是很了解 我也一样 我跟他一样无知 对对 实际上 1931年 毛泽东在江西瑞金成立 中华COI共和国 毛泽东是主席 我一再说货币是列宁的头像 毛泽东是干嘛的 搞分裂出来的 你想当时有个中华民国 还在那49年10月1号 他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有关系吗 当然没有关系 那跟谁有关系 跟1931年的中华苏埃共和国有关系 他们都叫红色中国 你想想 他们的旗子都是连斗府头 连斗府头哪的旗子 苏联的旗子 俄罗斯的旗子 你可别忘了 对于这段历史 我相信 我不太清楚 习近平也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都是一代人吗 你想想 对不对 所以说台湾问题 小平看得很清楚 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统一台湾 没有时间表 完了江泽民 清楚 江泽民人家搞了一个 派他的老上级 汪道涵 那边一个老干部 叫古真浦 汪姑会谈 九二共识 1992年 一中各表 我们表上 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家台湾 表上 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两个老头非常负责任 说咱们就都讲话 叫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一中各表 非常的不容易 你说现在 好 他要打人 他就想恢复毛东 那叫横那劲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他指的是武装 解放 小平说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而且还有一个统一台湾 没有时间表 因为这是个历史的问题 慢慢来吧 现在先搞建设 一心一搞建设 跟中美关系 咱们叫韬光养晦 你知道吧 现在怎么样 咱们的大陆两边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中美关系 对对 美国原来是战略模糊政策 如果你们武统台湾 我也不说答 我也不说不答 现在越来越明确 你们敢武统台湾 你明确的说 我们美国要站在 中华民国的立场上 你知道吧 协防台湾 周教授 那现在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谈论了这么多 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 以后所发生的现象 和他想要做的事情 我想问 他想要做的这些事情 包括一带一路也好 中深制也好 包括国进民退的计划经济 恢复计划经济为主的方法也好 哪一条路他能走通 他一开始用这词啊 就不太吉利 为什么 他叫中国梦 你说我们要有理想 他把理想改成了梦想 这不太吉利 中国老百姓说怎么回事 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 如果你的想法不切实际 老百姓说你这是做梦的 但是梦也有两种啊 一种是美梦 一种是噩梦 他做梦 他又把那个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了 他又 简单说那幽灵 他又来了 鬼魂又来了 我就问你 鬼魂在你做梦的时候 要进了你的梦 你做什么梦啊 你百分之百 你做的是噩梦 你现在现在就看出来了 什么一带一路了 什么雄安了 什么跟中美关系了 你想一想 包括这疫情 麻烦大了 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你违背了一个党的基本路线 党是集体领导 你现在想一个人替代 这个比如九龙治水 九龙治水 那是九个中国专案的高级干部 当然他们可能有自相矛盾的事 但是你把九龙全干掉 就剩一条龙了 你一条龙就没有毛病了 你想一想 而且你周围没有什么得力的人给你出这个好主意 比如像唐太宗不错 那周围有个被你争 你周围有吗 你周围的人他们一帮马屁争 他能给你出好主意 所以去年有个词吗 叫高级黑 什么这个那个 你得想想 他很不容易 你想他岁数越来越大 过一年涨一岁 他今年好像已经六十 六十七还是六十八了 笨七十的人了 也 你想想 国际关系 包括这个经济形势 政治文化等等 都空前的复杂和严峻 就凭你这么一六十八岁老头 你知道吧 在家边还有好多人呢 给你添乱的 围攻天下不乱的 比如让你动武 你好好想想 哎 胡锦涛当军委主席的那一届 军委委员 一个没胜 就胜一个 胡锦涛 全都进去了 我就问你这支军队的高级干部 都这份德行 你还想打仗 你不打仗还不错呢 有些问题你还没暴露呢 你打仗你试试 对不对 你跟台湾打 不是那事 你跟台湾打 就等于跟美国打 你好好想想 跟美国打大战 你有两个航母舰 美国十个呢 你在调查调查 人家美军什么素质 人家美军那些将领都什么素质 你在看你自个的那些将领都什么素质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误判 但是呢 我一再讲 温战现在就是温战 2020年 毕竟是一个界限 是一个坎儿 就相当于二战前 二战后一样 二战就是一坎儿 现在就是温战 2020年就是一个温战 现在降温 全面的降温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 人意理智信 讲究信用 跟中美 这个贸易谈判 这不是去年刚签了吗 等到一复工 这个温战 一过 落实中美贸易谈判 维护你的大国形象 就是我们讲信用 中国的经济很快就起来 你想想 经济有什么了不起 大伙都好好干活 什么事没有 你接着干 接着去打台湾前 或者打南海 完了跟美国 在海上正面较量 俗胜 你不是个儿跟你讲 不信你就试试 对不对 就你这支中国军队 你是打仗的吗 腐败的 好 告你 我们今天有关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的一些情况的讨论 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也谢谢周教授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